应该也不需要说剧透还是不剧透了 大家都应该看完了 这里也太酷了吧 No.1就在我们后面咯 大家好我是Ninebar 那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钟 下着雨 而我人家KL 为什么来到KL这个地方呢 因为这里呢 有一个蛮有趣的东西 就是Netflix The Stranger Things 在KL当中呢他们做了一些活动 就是他们会在GuyJoy Hong这里呢 放了很多The Stranger Things的东西 让这影迷呢去打卡拍照 感受一下The Stranger Things的魅力 那现在呢西门追随已经跑过去拍照了 我要去汇合他 那我们现在就去GuyJoy Hong 去看一下The Stranger Things 到底有什么好东西 下着大雨 啊 看到了 哇 好有趣哦 哇你看下着大雨 蛮多人在那边拍照的嘛 那这个呢就是最出名的 这套Seat The Stranger Things 就是4的那个10中 那什么时候已经顾顾顾顾顾顾顾去拍照了 这边呢走廊呢 你会看到The Upside Down的那个 曼腾了 已经看连在整个墙壁上了 那上面呢就是写着 Netflix The Stranger Things 4 哇还下着大雨哦 蛮有气氛的嘛 哈哈哈哈 真的啊 看到那个声音耶 很恐怖哦 好啦下着雨排来看一下 这里就是了 这里就是了 好吧 我们现在去另外一个 我们现在去另外一个 Oh my god 也看到了太美了吧 有那个Air Visitor 他们也太有心了吧 这个Ferry Lights呢 这个Lights呢 也是里面戏里面会出现的 哇哦 而这一幕呢就是 这位女生在学校看到那个 10中的那一幕 就是她会有那个幻觉 她看到那个10中过后呢 就代表她下了降头 扎车上过了几天 她就会与此一的去世了 哇 白贼皇这里呢 也是有很多这种灯哦 也是超酷的 你们记得 她的妈妈 很紧张她的孩子了 然后呢 就挂完整间家 都是Christmas light 现在就布置成很像 Season 1的场景 然后你看那边 有那个ABCD 相信有看过的人 都会知道 哇 哇 这里也太酷了吧 里面的音乐 还有配上这里的灯 还有这里的装饰 太酷太酷了 Changer Things 真的很有诚意 在这里 把一些装饰 让影迷们去朝圣 好了 应该也不需要说 剧透还是不剧透了 大家都应该看完了 而最终的Big Borset 就是No.1啦 No.1就在我们后面咯 好恐怖耶 超有气氛的嘛 后面呢 就是The Stranger Things的东西 而这里呢 就是酒吧 葵仔红 这个地方蛮不错的嘛 把这个地方翻新到 真的是 蛮年轻人都会来打卡的地方 来这边消费 来这边观光 很好啊 超棒了 很久没有来KL了 真的是很不一样 今天下这雨呢 也真的是特别有气氛 其实下雨的时候呢 电影当中呢 地上都是十多大的 所以呢 看起来呢 也是特别有感觉 HELLO 我们已经拍完了The Stranger Things 在Gwayzai Hong里面的装饰啦 看起来都很不错 很有气氛 很诡异 很恐怖的感觉 很多影迷呢 都趁着这个时候 来这边拍照啊 打卡啊 真的很不错 装饰的 很有诚意 好啦 这个影片就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 The Stranger Things的话呢 麻烦在底下留言 跟我说一声吧 不妨订阅分享 按赞 我们每个星期六都会准备上片 追逐我们的Ethergang 还有小红薯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